专载自摆教号作者 一个体育黑金日 火箭队的主力控卫保罗在休斯敦当地和一群小朋友们练习踢足球 VP3主动担当起了门奖 去防守小孩子们射出的点球 小球员们一共踢了六次点球 而保罗扑出来四个 铺点成功率高达66.67% 这个数据如果放到职业赛场上 那绝对就是门神级别的存在 也会成为世界一线神风们的噩梦 要求您开玩笑说 保罗真是一位被篮球耽误了的好能奖 其实在NBA里 还有很多球员都是被耽误的 如果不打篮球 他们在别的领域也可能有所成就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加索尔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在加索尔11岁那年 他的篮球偶像魔术师 约翰逊患上了艾滋病 这则消息也惊动了全世界球迷 从那时候起 加索尔就立即要做一名医生 研制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18岁那年 加索尔还考上了巴塞罗纳大学的医学院 不过因为他在篮球上面的天赋实在太高 西班牙可能并不缺一名优秀的打个子医生 但他们很缺一名优秀的内线球员 威少拒绝了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奖学金球迷们都知道 威少来自篮球名校UVLA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年有另一所学术名校斯坦福大学 同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不过斯坦福大学看中的是威少的数学成绩 他们不会因为篮球给威斯布鲁克提供奖学金 换句话说 如果威少想去斯坦福大学读书 那么他就必须好好研究数学 放弃打篮球 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篮球梦想 威少还是选择了UCLA 这才有了今天的全明星空外 邓肯曾被当作国家游泳队员培养邓肯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他小时候是被当作美术维尔金群岛的游泳队员去培养的 而邓肯在游泳上也十分有天赋 时至今日 他还保持了很多全美少年组的游泳记录 不过后来维尔金群岛遭遇了海啸 游泳馆被摧毁了 队员们都只能下海续身边 邓肯因为害怕鲨鱼而放弃了游泳 从此甘心练习篮球 身亡阿泰斯特 阿泰斯特可能就是球场暴力的代名词 他职业生涯的打架事件数不胜数 这也与家庭遗传有关 阿泰的父亲是一名退役的军人 曾在部队得到过拳击比赛的第一名 他的母亲来自一个游泳派背景的家庭 阿泰的五个兄弟姐妹 从小就没少爱父亲的拳头 如果不打篮球 他可能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拳击手吧 其实NBA球员都是那种有天赋又勤奋的人 以他们的能力 不管做哪一行都会有所成就的 不信就看看赫比 从NBA退役后 马上又进去电影节 还拿到了奥斯卡小金人 球迷朋友们还知道哪些像加索尔 为少一样被篮球耽误的NBA球星呢 今年是 Fruit中的顶尾 我认为宫尔 会计划 耶和蜜色